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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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週囉 我們的課程已經進入到第六週 我們這一週還是繼續在轉念 為什麼呢 轉念真的是講得比較容易 我們要多多練習 所以第六週我們要繼續多多的來練習轉念 那在這一週裡面 那在這一週裡面 我們介紹了轉念六絕招喔 那當然 你如果有更好的絕招 你要告訴我轉念七絕招 八絕招 都OK 上傳上來 大家好的PETBO上傳上來 將來我的書在改寫的時候 就會把各位的好的方法 把它寫進去 然後分享給更多的朋友 就得到幫助 那它情緒就會更好更健康 所以這招 轉念六絕招呢 如果你還可以補充 就盡量的上傳上來 好 所以這週的作業 一樣要做放鬆訓練 好 要持續的練習喔 你有沒有感覺到 你的生理 激動程度緩和下來 說話比較平緩 動作稍微慢一點 心情穩定一點 如果你有好好做的話 很多朋友都已經有開始有這樣子的一個感受了 我們在討論區裡面可以看到 很多好朋友都在分享說 他的情緒慢慢的變得比較穩定了 這我要很恭喜各位 所以持續的努力會對自己的健康帶來一個好的影響 也把自己的情緒做一個仔細仔細的審查 在未來這個禮拜 如果你有情緒 不管是高興、生氣、緊張、難過都好 那這時候把你的一個情緒的經驗寫下來 然後再上傳到我們的討論區 做一件開心的事情 要用開心快樂的大腦神經迴路去競爭掉 不開心的、難過的、煩惱的、緊張的、生氣 所以主動做一件讓自己開心的事情 願意嗎 我請問你們 你最近一次對自己好事是什麼時候 從今天開始 從今天開始 你至少這一週 主動為自己好 做一件讓自己開心的事情 上傳上來 讓老師知道、讓同學知道 這樣好不好 期待你的開心事件 期待你的開心紀錄部 那所以這週的作業就再加上去囉 我們就再練習一次轉念 我們繼續轉囉 轉念繼續轉 今天我們請到圓圓囉 嗨 嗨 美女 OK 好 要不要跟我們分享一個轉念的經驗 好啊 最近就是工作上有一些不太開心的事情 工作上不開心的事情 可不可以告訴我們一下 稍微描述一下 這個事情怎麼個不開心法 就是跟夥伴在溝通一些事情的時候 可能我努力的生出一些成果 然後給他做朋友就是 回復我一些情緒性的字眼 OK 所以好像他跟你講話的時候 用了一些情緒性的字眼 你可以讓我知道他講了什麼樣的情緒性的字眼嗎 他可能就說 這塊我不滿意 OK 當場嗆回來 我不滿意 OK 然後不然就是說 應該是你要配 或不是我應該要配 OK 好像 有一點點瞧不起人的感覺 OK 好 所以在遇到這樣的一個事件 就是A嘛 遇到這樣的一個事情 工作上遇到夥伴 在跟自己講話的時候 都是用到一些比較 負面情緒的一些字眼 你的感受是什麼 C 情緒的感受是什麼 一定會不開心 然後甚至會有點沮喪 就想說 我都這麼努力了 為什麼就是不能 給我一些回饋呢 所以情緒是沮喪的 OK 所以在C的部分 情緒是沮喪的 遇到這樣的一個事情 工作上遇到夥伴 講話的時候 不太客氣的 用了一些情緒性的字眼 情緒就是不開心 沮喪 好 那時候你想到什麼 可能是我自己工作也沒有辦法 就是在協調之後 可以讓雙方都滿意 好像我自己的 你懷疑自己的工作能力了 對 OK 所以你開始懷疑自己的 工作的一個協調力 會覺得自己可能協調的能力不夠好 所以才會發生這樣的一個事情 這樣子還真的讓你滿沮喪的 OK 在工作上遇到夥伴 在溝通上面 用一些情緒性的 複向的一些情緒性字眼 來批評自己 那自己會覺得很沮喪 那沮喪的原因是什麼 你想到說 可能是我自己真的能力不好 我不太會溝通協調 所以才會有這樣子的一個下場 所以你的情緒是沮喪的 OK 這樣很難過呢 很難過啊 怎麼辦呢 只好想辦法轉換一下 OK 你怎麼做呢 告訴我們 可能他最近就是真的非常非常忙 然後剛好就刮到颱風尾啊 喔 喔 你是說 可能剛好 對方最近 忙到不行 忙到不行 忙到爆 他壓力太大了 所以他的情緒就不穩定 所以這個狀況是可能是 對方情緒壓力太大 情緒不穩定 撞到紅台味 哇 台灣最近颱風很多 所以在辦公室都撞到紅台味 當你這樣子轉念的時候 你的沮喪有改變嗎 會 怎麼改變法 大概從200%降到150這樣 OK 好 所以沮喪就從200%降到150 厲害喔 那還是會 還是會 還是會 這樣對不對 那你有繼續轉嗎 有 一定要 喔 一定要 一定要 為什麼一定要 不然真的是會 很不舒服 所以你很聰明喔 你就不讓自己 留在情緒的調整裡面 就是說不要留在那個 腹向的情緒裡面 你想要讓自己變好 所以你就繼續的轉 對 所以你真的轉念多練習囉 要每天都練習 喔 每天都要練習 喔 每天都要練習 好 所以你又怎麼轉呢 就是他 他用情緒去限制 可能就是在發脾氣 那可能我這件事可以讓他 把一些不好的情緒發洩出來 可能對他一直不錯的方式 OK 所以呢 你把自己跳出來看 對方出氣了 好 那你覺得對方情緒發洩以後 可能過個幾天就不會那麼地 喔 對方情緒發洩了 你會覺得 你會覺得 當他不那麼緊繃 不那麼緊張的時候 會有什麼好處 就我們可能在協調上 會彼此都會更有 情緒上會比較和緩這樣 就比較好溝通 對 所以對方情緒發洩了 將來可以比較好溝通 OK 所以你期待 就說他這次發洩完 下次應該會比較好溝通 OK 那這時候你的沮喪的情緒有改變嗎 就會從150再降到100 喔 恭喜喔 也就是在這個情況底下 你轉念 繼續轉 你在多用了一招之後 把你的那個情緒呢 繼續降低 你的沮喪的程度呢 就從150 降到100 這樣很棒喔 OK 所以各位朋友 你看演員是不是很厲害 他透過持續的轉念 幫助自己情緒越來越穩定 你們猜一猜還會不會繼續轉 當然還要啊 當然還要啊 為什麼你還要 不然會對自己不好 對啊 讓自己留在情緒的挑針裡面 誰倒楣 當然是自己倒楣啊 那轉念 你這樣練習下來 容易嗎 一開始會比較難 一開始會比較難 如果他會進自己來有多新的想法 對啊 所以轉念其實是可以透過練習的 除了自己練習之外 還可以怎麼樣子 幫助自己轉念 或是問別人的意見 如果你有夠好的朋友 所以各位很重要的是 你身邊是什麼樣子的朋友 你的朋友想法是比較積極正向 比較容易轉念的 還是你的朋友 每次看到你 就在抱怨 批評這個 批評那個 罵這個 罵那個 這對你會有很不一樣的影響 對吧 對 要不要慎選朋友 一定要的 你的朋友其實每天都在給你洗腦 相信我 相信我 所以 自己給自己正向的想法 或者找好的朋友給自己正向的想法 有彈性的轉念 這就是好的大腦體操 如果呢 你旁邊一群朋友整天告訴你 沒機會了 死了 完蛋了 沒希望了 你就會被洗成這樣子的腦袋 這是對自己是很傷的 所以慎選朋友 當然也就慎選媒體 跟慎選你看的書籍囉 OK 好 這是轉念 多練習 那我們感謝遠遠給我們這樣很好的一個例子 那各位回家也要做練習囉 一樣把這個轉念練習的表格下載下來 做好練習之後 上傳上來跟大家分享 那你的腦袋轉動了 會不會幫助我們其他人的腦袋跟著轉 會啊 所以大家互相幫忙 把你的好的轉念的一個練習呢 分享給大家 OK 那各位還可以練習一個就是 我有沒有把自己的情緒控制的更穩定 更好的配方 如果有 不要看薄喔 分享出來喔 把它分享到討論區 讓大家都可以跟你學習 這樣好嗎 很期待 大家一起輕心減壓 期待大家一起更健康 OK 好 我們一定可以看到你好的成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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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